而在24号下午市长魏佳燕也特别举示各个科室 要做好房台因应准备 同时他也亲自前往视察清沟作业 提醒民众要注意台风动向来做好房台 为了因应台风可能带来的好大雨 华联市清洁队加强排泄水孔清疏作业 由清洁队员针对重点区域操作清沟车 搭配高压水柱将水沟里的油污淤泥草木枝叶等等 已清除防止道路侧沟堵塞雨水宣泄不及 在这边我们也要跟视频报告 3到5月的时候我们就进行我们清沟的一个专案 那很怕的是说我们可能在编沟的部分 可能有堵一些包括我们塑胶带 包括我们的一些烟地等等 还有我们一些纸板等等之类 那今天也特别再一次的来在我们低洼地区 来做一次清沟的这个动作 那也希望借此 希望不要能够有大雨的一些造成一些伤害 市长渭嘉燕也在清洁队长吴庆展的陪同下 特别前往关切勤勾作业 并亲自向市民宣导 配合移除勾盖上的花盆 塑胶布及踩踏垫等等 清淤的动作感觉怎么样 还不错啊经常清水溝啊 因为台风在接近嘛 会担心说带来的大雨嘛 对对对对 还是会啦 比较安心这样会对啊 对会啊 这样以后就怕就不会淹水啦 也请民众发挥公德心 不要把垃圾淹地往水沟内丢 共同维护沟区排水顺畅 记者许立琴华联士报导 不大替点准备